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侠50 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介绍一下今年38岁 很令人羡慕 30岁的时候累积千万资产 那么35岁离开职场 那比较特别是从技术分析派 无缝接轨到纯股派 那在去年的股息跟资本利的部分 是262万 大家看了非常的羡慕 那你的这个方法就是 专注本业先前投资 分批进场逢低布局 好我想先问一下 这么好的一个成绩 你怎么办到 在去年这个时间点 而且35岁离开 会不会觉得有点早 不是离开职场是我老婆 我还要在外面 努力的抛头露面 赚钱cover老婆的每一天 cover老婆每一天 这句话蛮不错的 让老婆过全球人生 男性朋友列为金句 cover老婆每一天 所以每天我出门 看我那只猫 我都好想送他出去上班 我还出去接通告 好了我们看这张表 其实2020年 从18000跌到12000 我这边只有拉 我们的年初1月 万八到10月31号 万八跌到12000这个区间 然后你看这边 以实现损益 我是拉1月1号到10月31号这个区间 中间每一笔的交易的赚赔的总和 就是118万 你看万八从跌到万二 这样的方式还有赚 而且完全不是怎么买低 拆高拆低这种技术 完全就是你当天有多少钱 就布局多少 然后选股呢 你是每天买啊 也就是当天如果震荡比较大的时候 我就看当天 我还剩下多少买菜钱 我就买多少金额吧 然后呢我们再搭配一些 这个基本面的判断 如果它价格超涨 我们再稍微做调节 去年就是这样的一个 就不看盘 然后订一订的买什么呢 其实还是有看盘 就早上我们会打开盘 然后稍微设定一下 今天要买多少钱 零股啊 钱如果不够的话 我们就买零股 或是买整张 慢慢买嘛 就是你的存股 就是再去给他个别加码就对了 对 个别加码 那其实我们讲存股 存 就很像存钱 小时候我们为了要买电动 我们会存钱 那钱存到了 我们就做调节嘛 就资产换资产的方式 然后钱购 然后觉得今天比较震荡 价钱不错进去买 就这样 真的啊 所以很多网友就好奇 他气死多少人 我们就很好奇 我们是不是造假 我就说 然后我们到实体券商 我一笔一笔成交金额 明细都列给你看 我们在网路上很常贴 那个成交日期 现场券商来点一下 可能可以 比数蛮多的 可要搞一天 对啊 我们就这样做慢慢布局嘛 然后其实 布局那种金控股最简单 对 金控 富邦今年这个拿下累积获利 美股获利 国泰金是五月单月获利亡 好 你这时候金控股 也是你的存股的最爱之一吗 对啊 因为金控股 它的股性周期超级好抓 其实你平常就慢慢布局 然后除权息钱 你看它的累积EPS 有没有胜过去年同期 如果有胜过 我们可以参与除息 如果没有胜过 我们稍微做调节是可以的 当然大家会知道 EPS它没有办法完全的实现 就是完全的呈现 当期损益嘛 但是对一般投资朋友来讲 每个月有自己的EPS 就差不多够了 我们就观察 你看像前年啊 去年啊 那些金控不是涨很高吗 像富邦金嘛 国泰金 可是它在除权息前 就会有颇高点 因为市场可能会看它 今年的整年度的获利如何 会决定它明年的股息是多少 像我们的0056啊 它就是用预估的股利率来去推算嘛 所以它在去年调节了赵丰金 那所以我们知道 金控的周期就是 你平常慢慢买 你等它基本面变好 你再进场就来不及了 像赵丰金 你看它去年最惨的时候 是它股价最低的时候 那你等它基本面变好 早上充到37 38块 大家哇 吓一跳 原来股价也会通膨啊 你看它现在基本面 EPS没有比去年 或是美中贸易那一年还好 2017年那时候还好 可是它股价 当年还有26块 现在是37块以上 所以我们要知道 金控股对于一般 刚进入市场的投资朋友 你就做定期定额 你就做不定期不定额 慢慢买 训练你的资金的布局能力 然后呢 在适当时机 你一看一眼要做调节 调节你可以拿去买 你想要买的房啊 买车也是可以 像我们前年 那个元大经营它 获利不好 我们就在除全息左右 就做调节 我们就把调节的那部分 本利的去换成实体资产 OK 那要买蛮多的 所以不是存股 存股就是你存的就不卖 你存股你是可以换资产的 资产换资产的方式 我们所以存钱存钞票 比较符合 好 所以也是可以让自己开心 实现一下这个获利 所以你刚刚讲这些金控 你觉得一倍累积 胜过去年同期 就是可以参与嘛 对不对 那如果让你来选呢 这些你会想要存哪些金控股 这14党 这14党金控 我跟你讲 我们先看 今年不发股息的星光 开发对不对 其实去年 它去年除全息前 它的累积营收 已经逊于去年 前年同期了嘛 所以开发金跟星光金 最好调节点 就是在去年除全息前 那时候我也有发文 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你现在才要调节的话 我跟你讲 你很有可能就卖在谷底 因为我们知道股市是看YOY 绝对是看YOY 你库存 库存多 你会有库存没的时候 那库存没会有库存多的时候 那金控如果今年不发 OK嘛 大家都很怕嘛 然后ETF都不要参与 都是把它做调节的 那如果它明年发怎么办 股价就会有一波的反弹 所以市场总是领先在这个经济之前 那涨一涨经济就变好了嘛 所以经济变好的话 股市跌一跌 经济就变坏了 所以这几档股票呢 如果你要做价差的话 因为星光金和开发金 它有中断连续配息技术 你要做价差 星光金和开发金也许有机会 那如果你要长期投资的话 关股市金是不错 你看赵丰金第一金 根本不用你烦恼啊 你稍微做定期定额 或是你今天有多少钱 布局多少 你甚至连它的营收都不用看 你就单纯的这样布局 它营收变好 你股价就上涨了 那如果你要做产业类别的话 那你就售险买两档 然后元大金嘛 然后民意进口各买一档 你这样就布局好你的金融产业了 听他讲都很简单 我们四金 关股四金比一比 张姐 OK 那其实应该是说 这个部分金融股 我没有特别的研究 但是我给大家抓一个资料 就是说 你嫌它长得少是不是 也不是 就是说树叶有专攻 我们要看大侠cover每一天就可以 那像这个低金和库 甚至是华南 永丰或者是兆丰 其实这几个比较偏关股的 大家特别注意就是 它的这个股票跟股息 也就是说 像这个2023年 它派0.8块 而且还有0.3块的这个股息 那我特别给各位观众朋友 就是抓出来就是说 你一定要有股票再加股息 那这样子来做存股的话 它的报酬率就会比较高 那这个部分是我特别去 就是用筛选的一个方式 简单说 就例如说 半导体有分设备 或者是上游有物料 或者是这个封装 那金控股其实很简单 你把这个受险 因为这个去年升息的关系 那今年配的比较少 那你把这个配比较少的 或者是说竞争力比较差的 或者是一些这个 这个消费性的 比较你不喜欢的把它筛选掉 或是证券 有人觉得说 今年证券的成交金额 没有去年那么高 那其实筛下来的 剩下关股 其实就是可以给大家做参考 这是我一点点 小小的一个建议 OK 好 金融国定老师 你有没有什么方法 OK 我的想法是 我觉得不景气就经常好市 不过基本上 我们在学理上喜欢用 还是基本面分析 银行股其实跟大盘景气 不是跟整个国家景气 或者全球景气 其实其实相关 而且我们讲金控股 和银行股是两回事 金控呢 实际上我们讲是金控股 金控里面其实包含的 我们讲三大主体 银行 证券 保险 其他不管投金投股 正金控等等 其实整个200亿 就能够成立的金控 其实它每个体质不一样 就它主体不同 所以也就会不同 譬如假设这家银行是 这家金控是以受险为主的 各位去想想看 在疫情的时候 当受险受损的时候 那个防疫性保安受损的时候 你觉得这些银行会怎么 会产生什么样的状况 另外当国际景气 产生了问题的时候 你看最近就是三月份的时候 三月份不是有很多的银行 有一些区域性的风险吗 实际上大家就发现到 一个就是当景气好的时候 大家多余的钱去买了债券 而包含公司它是被有设限的 当它的资金部位够大的时候 它可能会去买部债券等等 当债券这部位够大的时候 当这个事情一发生 就是当这个利率上升 值率提高 债券下跌的时候 这些就可能在 它的风险就降低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去抽吃剥减 这比较重要 当然这当然我不能讲说 各股哪一家股票 因为我们毕竟不适合讲各股 但是你这样去分析的话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 这一家金控它的主体是什么 它的未来是什么 当然也要参考 包括刚刚讲到的EPS 它的变化等等 我觉得这样子就可以 我先讲最后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都知道 在这个之前两年 这个好像大家的金控股不错 可是后来在去年疫情之后 又有受损 那么现在看起来 整个国际景气 股票是不错 但是你看到银行股并不好 最近 但这银行股并不好 我觉得就在 你会发觉这样有这样落差之下 我倒是很强调一个叫 布景气就是进了好司机的 低点布局 所以在现在 不管你用存股的模式 或者去考虑到有可能价格模式 现在我觉得是一个相对在这个 现在这样的股价 股市中它的点 应该是还不错的价位 可以去考量 去就是分批进场 金融股也是一个相对 可以布局的好时机 那我们就来实物操作一下 大家给大家建议 怎么样找到这个 可以买进的一个甜蜜点 虽然说你大部分是不看盘的 应该有些操作的方式 给大家建议一下 还是有啦 因为有些人就喜欢买嘛 然后卖嘛 选股嘛 那我们就用最简单的这个关股市 今天关股龙头 赵峰镜来去讲 来我们去看 调节 你看它除全息前累积的EPS 是否胜过去年同期 我们直接看这个图 你看这个EPS 我这边列EPS 它都是列在除全息前 1到7月 因为赵峰镜是8月除息 那在除息前呢 它会出市就是1到7月累积EPS 你可以自己算 在这一年呢 你看1.33 然后我们再看隔年是1.06嘛 这个是不是下降了 下降的不如去年同期 所以你看它的贴席时间是不是拉长 从105天的天席时间拉长到164天 所以你会发现它有一个区间在 那你就可以利用它这个周期性 稍微做调节 然后呢 除全息后 因为它会杀得很深 你再慢慢的布局回来 那布局怎么布呢 这也是非常简单 不用看什么底部啦 你直接怎么样用不定期不定额 不定期不定额讲白就是 今天有多少钱 我们就买多少 那这边有个简单的计算 今天有多少钱就买多少 对啊 如果你看 剩余比方说 大家投资股票你知道 所有人都不怕股票下跌 只有一种人会怕 他的钱用光的人会怕 所以我们尽量把闲钱资金 控制在一个比例之内 但是也不要说闲置资金太多 否则你会被市场嘎空 我们就很简单 我们去算 它离除息还有几天 比方说赵峰镜 它离除息还有150个交易日嘛 离领席日还有150个交易日嘛 那如果你手上有15万 那你就可以知道 我一天买1000 我慢慢买 它如果每天跌我也不怕 我跌到领席 我继续分配买 而且你知道 这样买下去 你买一年 你的均价就是年限 你买10年 你的均线就是10年限 你看巴菲特60、70年限 难怪他不怕股票大跌 就这样做布局 就自己算一下 自己还有多少钱 可以慢慢的分辟进场 你就买完早餐 你就看有多少钱 就赶快进场 然后呢 今天领到这个薪水奖金 开心就再多买一点 对 开心都多买一点嘛 那如果你少钱的话 你就布局少一点 那如果你真的很喜欢 做一个价差的话 调节的话 你就看它除全息钱 也在我们这次这本书 259页里面有写 除全息钱 它如果累积 DPS不如去年同期的话 我们该怎么去做 怎么去做调节 这是一个不错的做法 都不是这么说的 因为才能够 下期再见 吧 你好 有一个人 就是 因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